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22年6月17日 这份全世界历史最悠久 延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这份曾经获得最高国籍荣誉的中文报纸 这家为中国新闻业培养了众多人才的传媒巨头 大公报迎来创刊120周年华诞 公元1902年 清光绪28年 大公报创刊于天津 创办人应脸之 解释大公二次的含义是 望己之为大 无私之为公 从此 这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大公报人 信守的报训 大公报始终与国家同呼吸 与民族共命运 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文报纸当中 全国最老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在全世界的华文报纸当中 最老的也是大公报 可以说是 它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 1931年 大公报率先独家报道 918事变 相识人揭露 七华日军的报形 1935年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深入中国西北采访 成为公开报道 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同年9月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哈达浦 毛泽东在大公报上 看到有关陕北红军的报道 进而作出到陕北去 这一战略性决定 此举该写中国历史 实为一张报纸定乾坤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大公报记者方大僧 成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 大公报一不受辱 发出了吃下皮霜 毒死老虎的铿枪誓言 绝不在日口铁体底下 出败一天 八年之内六度监管 大公报一笔作枪 号召国人奋起抗战 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动员力量 1941年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 特授与大公报新闻事业 集出贡献奖 这是迄今唯一 获死殊荣的中文媒体 铁金丹道义 见笔为家国 大公报建政 记录 参与 推动了中国历史 1945年 在大公报原社长 国民政府文官长 吴鼎昌的唱语下 国共两党 在重新举行和平谈判 期间 毛泽东亲临大公报报馆 为大公报提携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1938年创办的大公报香港版 1941年 因香港沦陷而一度停刊 1948年3月 大公报在港俯刊 就此扎根香港 成为主流大报 新中国成立后 香港大公报 积极反映港人诉求 及时报道中央对香港的关心支持 在香港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 都能看到大公报的身影 1982年6月15日 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包括时任大公报社长费宜民 总编辑李霞文在内的 12位香港媒体高层人士时表示 中央已经决定 在1997年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这一消息 首次向香港各界宣告 引发了热烈反响 港人群情振奋 大公报 是港人了解祖国发展进步的 一个重要窗口 始终关注祖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 报道国家发展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最新成就 1992年 大公报在香港报纸中 率先报道邓小平南巡的消息 敏锐地捕捉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东风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成为现实 中央不遗余力地会港停港 各界团结奋进 香港度过了一次死危机难关 一国两制取得局势瞩目的成就 大公报坚定支持各区政府 依法施政 致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及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2019年 香港发生修理风波 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 蒙面暴徒肆无忌惮地制造动乱 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企图通过颜色革命让香港变天 面对气焰嚣张的暴徒 大公报高举爱国爱港旗帜 以客观的新闻扶正驱邪 以负责的言论正文清源 有力推动了止暴治乱 大公报记者抱着危险 一直战斗在前线 用文字与镜头揭露黑暴 抨击邪恶 与反中乱港势力做坚决斗争 大公报连续刊发侦查报道 揭批苹果日报 民阵 教协等乱港势力黑幕 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大公报为爱国爱港正义力量发声 深挖幕后黑手和外部势力 支持用血肉之躯 维护秩序的香港警察 邪不胜正 公道自在人心 大公报编辑出版 首部在显香港黑暴真相的大型画册 哭泣的诚实 连续多月在香港社科类书籍销量排行榜 名列前茅 大公报这几年 其实做了很大的变革 令到香港的愚情有所改变 由黑暴到疫情 它为民请命 也为民发声 讲给我们知道很多真相 关键时刻 中央果断出手 拨乱反正 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 选举制度得以完善 香港政治生态显著改善 社会重回正轨 香港迎来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开启由志即兴的展新篇章 大公报充分发挥爱国爱港 舆论旗舰的作用 为建设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鼓与呼 2021年 香港立法会选举过程中 大公报持续报道 新的选举制度的先进性 优越性 并适时推出时代的呼唤 选出新未来特刊 2022年 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大公报主动设置议题 积极引导舆论 在选举结果揭晓后 出版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特刊 团结香港再出发 我作为每日 看大公报一个老独者 看到近年大公报越办越好 在近年 香港发生了几年大事 包括黑暴 包括疫情 还有就是我们原始选举制度 我们国安法的出台 在关键时刻都起到关键作用 发挥了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公报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锐意改革进取 各厢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2016年 大公报与文汇报强强联手 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发展成为融合多媒体 覆盖多平台的传媒旗舰 面向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 大公报拥抱未来 努力融合创新 依托集团热媒体中央厨房 通过新媒体平台和渠道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传播思想 创新表达 扩大影响 大公报120周日 在香港今天一步两制下的新增程度上 我们办好大公报 具备了前所无有的好的条件 我们应该趁势而上 把大公报越办越好 大公报关心市民福祉 发挥社会公企监督作用 在深度新闻 社会和民生新闻上下功夫 影响力 权威性 不断增强 近年来 在香港报业工会 最佳新闻奖评选中 获奖数量连年 居全港报之首位 大公报 善用大文集团 遍及内地的采访力量 积极发挥 超级联系人的纽带作用 讲好中国故事 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国家扩大改革开放 搭桥铺路 大公报举办 泛长江行动 组织香港传媒学子 参访内地 亲身体验国家的繁荣富强 增进对祖国的了解与认同 从少年警讯成员 到香港奥运健儿 前往大公报做客的 香港各界读者 络绎不绝 大公报 在读者中的美誉度 快速提升 朋友圈不断扩大 一百二十年来 大公报始终将自身发展 与国家前途紧相连 与时代齐奋进 大公报经历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至今仍然生机勃勃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 始终坚持了热爱祖国的传统 同时坚持了真实公正 全面即时的职业精神 努力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这些传统我们要坚持下去 一代又一代大公报人 心火相传 大公报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 在新闻、文化、外交等领域 影响深远的大家巨拨 百念老报 更续荣光 站在第三个甲子的新起点 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大公报立足香港 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踏上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